早安 我今天打算來記錄疫情期間教練課都沒有辦法 上的時候我都總要來度過我的一天 今天是7月17號 星期六 現在是8點40分 然後剛好今天室友也休假 看一下室友 趕緊免費 好 那這樣的保養品是 保拉的2%水洋酸精華液 Kiehl's的小紅瓶 好 現在要來吃早餐 然後平常我的早餐都是很簡單就是麥片 然後會加一點脆片 然後會再搭配一個水果 然後會 我會煎一兩顆 和風蛋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早餐 蘿蜇的麥片是這種 有大規格大鹽麥片 然後會再加 這樣有巧克力一點點甜甜的脆片 然後裡面還會有那種乾的水果 水果乾的那種脆片 就是加在一起也不會太無聊 然後也不會太甜 然後蠻有營養的 好 我的早餐完成 平常就大概吃這樣 有水果 有蛋 還有一碗麥片 那主要是這碗麥片 會有蠻有飽足感的 吃完就要來洗碗了 好 碗洗完了 然後現在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我要去復健 那我已經前前後後復健了好幾個月了吧 可是因為我的訓練從來沒有中斷過 所以它好像永遠沒有好的一天 然後復健的話它是用電流 就是待會給大家看 OK 可以 謝謝 好了 復健完了 現在要回去了 如果今天沒有來復健的話 我通常會睡到9點或9點沒有辦法 因為我習慣10點去運動 然後現在是9點55分 屎油還在睡覺 通常我會先叫他起床 然後會煮早餐給他吃 然後待會我就要去運動了 這是室友的早餐 結束了 好 那基本上我早上的行程就是這樣 現在是10點大概10分左右 好 車停好了 現在要去健身房 好 195 título 早上 早安 基本上是疫情期間 所以健身房 人不多 這是第一個 這個 微解封的第一個星期六 好 那我就去運動囉 掰掰 等一下見 吃完了 收東西準備回家去 等一下就先回家洗澡 然後再去佳樂福買個東西 帥哥我走囉 掰掰 我在拍我一日之浪 唉唷 星圓 帥哥 好啦我走囉 掰掰 好啦掰掰 回家小心喔 掰掰 好 那就到家見 回到家 通常回到家之後 我會先把 在外面穿的衣服褲子都 都到洗衣機裡面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趕快把一些 髒衣服髒褲子都丟到 洗衣機裡面 手部消毒 然後 手機也會 才會拿消毒的這個紙巾 然後剛才在外面 有摸到的東西都插過一遍 才會把它帶進去房間裡面 洗完澡了 好 等一下穿個衣服 出門 我忘了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喝高蛋白 高蛋白我現在都喝 歐恩他們家的 因為他們家高蛋白粉質很細 很好泡 味道也不會死甜 我住的這個房間呢 很煩 他們有直接的對外窗戶 所以衣服都掛在這邊 還沒有真的搬走 是因為他離室友的公司 還有我的公司都爆炸劑 走路上班大概三分鐘不到就會到 我的話 因為我大部分的學生都還是在辛苦比較多 所以我騎車 騎車也很快 大概五分鐘就會到 這邊機能也很方便 所以就還不太想搬走 好 等一下見 到了家樂福 買東西也很簡單 因為現在是有復工了 所以他比較少會在家裡吃晚餐 都不用買那麼多 買點肉一點菜水果 大概就這樣 好了 結完帳 回家 室友還沒回來 趕快煮 被拆被碗了 給大家看一下今天吃什麼 炒青菜 然後這個蛋是 待會搭配洋蔥跟蘿蔔 然後又炒一個香菇豆干 然後這個辣椒是 給雞胸肉的 肉 兩道菜 三道菜 大概是這樣 煮完了 來看一下現在在煮了什麼東西 洋蔥 蘿蔔蛋 一點麵線 豆干加香菇 雞胸 青菜 平常就是 邊吃然後邊看邊吃 或是看Netflix 我們吃完了 全部吃光光 現在的時間是3點47分 然後剛剛吃飽就休息了一下 通常我這個時候會拿來 剪我的影片 然後上傳影片 或者假設如果其實沒有影片的話 就會拿來看書 然後 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 現在是下午5點23分了 影片剪完了 也上傳完了 然後 我差不多要回家吃飯了 欸我爸打來了 喂喂喂 我可以說我大概5點45到 40 所以慢慢來 可以嗎 這樣 你都煮好了 好 那我現在回家了 嗯好 好 OK 我知道 好我爸煮完飯了 拜拜 現在 回到家了 現在在地下室 然後我想要 在太陽下 甚至曬你們到 我平常曬太陽的地方 好 我們到了 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平常曬太陽的地方 現在是 5點45 10分 45分 左右吧 這個陽光是不是超漂亮 然後 基本上沒什麼設計 就是這樣子 我自己是習慣早上曬太陽 差不多都是9點 然後10點開始曬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新北市的view 可以看到環狀線 好 回家 哈囉 先大家看一下我們家 這邊是餐廳 等一下要在那邊吃飯 客廳在這邊 這是客廳 這是我媽咪 媽咪 打個招呼 沒有 這是我的一日VLOG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家外面 因為我家這邊的落地窗 也是可以看到剛才的view 因為我家 住在中層 所以 就不會像剛才一樣 很高的view 但還是可以看他那種東西 要吃飯了嗎 那我就先吃飯囉 待會我再帶大家看一下我房間 掰掰 好 現在時間是7點半 然後已經吃飽喝足 然後我帶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間 大概是長這樣 轉過來給大家看 我的房間的話 就是 影片看到這樣子 有一個床 然後 因為那個床當時放得太大 變得我的書桌就特別小 然後我房間 以系統櫃為主 像這邊就是衣櫃 還有一點衣服在這邊 然後 我身後這些都是系統櫃 這邊的話是有那種玻璃的 然後我有放一些我出國玩的紀念品 以前看的外文書 之前考那個托弗阿 雅思阿 的書都放在這邊 很多的 香水 還有之前買的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因為我現在都沒在家裡住嘛 所以我房間基本上就是放一些 我用不到的東西 有點像是儲廠式的概念 但沒有弄得很亂 就前陣子才稍微整理過 好 我的房間就是這樣 晚上的時候 還蠻漂亮 那基本上我一個禮拜 會回來 兩 三次吧 就是 帶我爸媽運動 然後跟他們吃飯 就是疫情還沒有爆發的時候 我就 因為太忙了 都是在上課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時間 回來 這樣子 剛好 疫情的關係 我現在沒有課 學生也都請假 所以我就 有時間 來 我家幫我爸媽 訓練 好 先這樣吧 掰掰 好現在 我又回到我住的地方 然後現在時間是8點45分 那 那 基本上我一整天的生活 大概就是這樣 那 這是我的第一支VLOG 希望我之後還有更多的VLOG 可以分享給大家 好 那我就繼續來撿我的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